爱疯了的男人 爱不是在嘴上 而是在行动上 如果你的他能有以下三条表现 那么你一定要珍惜 一 每天黏着你 因为爱上你的男生 每天只想和你在一起 你的一切他都想知道 你的一切也都是他的唯一 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生怕你饿了 没人送饭 渴了没人送水 烦了没人说话 痛了没人关心 不要怪这样的男生黏人 他们只不过是太爱你了 二 手机里全是你 因为在他的心里 你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手机密码是你的生日 手机壁纸是你的大头罩 就连相册里也全是你的照片 因为这样 他们一打开手机就会想到你 因为你就是他的唯一 三 每天都要聊两个小时 或者打一个小时电话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心里全是你 所以一天不和你聊天 他都会觉得空落落的 总感觉缺点什么 如果几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他会疯掉的 这样的男人已经爱你入魔了 好好珍惜吧 三 会把你介绍给他的亲朋好友 兄弟家人 因为在他的眼中 你就是他的唯一 他想让所有人都认识你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他的女朋友 是他的骄傲 如果一个男孩子愿意带你去见父母 说明他确实把你当他未来的老婆了 四 他会为了你改变自己 有的女生说 我男朋友抽烟 我不想让他抽烟 可他就是不听我的 我怎么说也没用 很无奈 其实我觉得 只要你耍点小套路 男人基本都愿意为你戒烟 但是前提是 他爱你 他会为了你变好 这就说明 这个男人想要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会顾全大局 懂得牺牲 五 会为你制造小浪漫 每个男人都有制造浪漫的天赋 他会聚注你每次的纪念日 情人节 你的生日等等 他会在每个不同节日 给你不同的惊喜 他这样的做法是 就是想让彼此的感情不会变淡 每次给你的惊喜 也会让你们的感情更加甜蜜 他也想要永远地留住你 怕失去你 我认为 女生如果嫁给这样的男人 会非常的幸福